关于比特币禁令风波 2014年3月28日,中国,比特币,自由,谣言 本文也是比特人三月精华铁参选文,获得了二等奖,因此版权归比特人所有,不允许商业形式转载。 我自家的博客是非盈利性的,所以还是贴在这里。商业网站如需转载请与比特人联系,非商业网站请注明比特人的出处。 我之前投了一篇参品作品,谈MPGOX问题,以为是应景之作,不曾想那件事尚未了结,就已经被新的大事件覆盖了。 最近中国禁止比特币的谣言弄得人心惶惶,行情大跌,我不如再投一篇硬景吧。 1.自由是残酷的 比特币的核心精神就是自由,尤其是现在比特币的出生阶段,就好比狂野的西部,又如同大航海时代,一大片未知的世界等待我们去开拓。 比特币世界脱离了旧的秩序,但新的秩序还未建立,这一阶段是基于最大,但也是风险最大的时间。 1.一方面,在大西部策马飞驰,在大航路上扬帆远航,那是相当自由潇洒的事情,自由驰骋,开天辟地,建立不朽的工业,正所谓乱世出英雄。 但这种浪漫并非廉价的享受,要投身乱世,必定要承担相应的风险。 不光是旧势力随时会来打压你,新的群雄也随时都会豁明或暗地对你下狠手。 商场如战场,战场上虚虚实实,尔与我诈,是常有的事情。 当然,我们需要谴责和鄙视那些下三滥的手段,但正式风险又是另一回事。 一些新手看到谣言就大惊小怪,更不用说如何面对各种欺诈和阴谋了。 诚然,在乱世之中屌丝更有逆袭的机会,知习饭侣之辈也可能开宗立国,但这可不是躺着就能得到的事情。 基于与风险相应,没有足够的远见和胆破,不经历各种考验和磨难,哪能那么轻松就成功的呢? 许多人觉得比特币早期玩家多么不劳而获,几乎零成本就身家千万,但他们经历的环境比我们现在更加严酷,长年下跌的绝望,不断出现的坑片和偷窃,大多数早期玩家都已然遮忆了。 我们现在才加入的玩家仍然不算太晚,这个意思是一方面我们仍然有巨大的机会,但另一方面我们将要面对的挑战和不确定性也同样巨大。 这是所有比特币玩家都应当有所觉悟的事情,无论你是持有长远的信念,还是只想玩一票走人。 这次的事情,无论是造谣者玩的耳鱼我诈的计谋,还是就势力的反扑,都没什么可奇怪的,这些事情随时都可能发生,在踏上战场的那一刻就早该有所准备了。 自由意味着自己负责,而不是动辄一棒别人或把责任推给别人。如果没有自由的觉悟,早一点远离比特币才是保身之道。 2. 谣言是真是假重要吗? 当然,真还是假是重要的问题,但关键是在何种意义上对谁重要。 对于平台老板和新闻记者来说,这条消息是真是假应当是他们首要关注的问题。 但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当务之急未必是去探求真假,更不是去找发布和传播信息的人去开骂。 首先,所谓谣言,关于谣言,可以看我的就文,谣言赞,它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有可能是真的。 谣言不是真实的反译词,而是官方信息的反译词。 谣言的传播首先是在官方信息缺失或官方权威缺失的环境之下,谣言起始就,是民间消息,是群体在说话。 谣言的传播本身就反映着群体的意向。 例如现在要传食言先购的谣言多半传不起来,但在日本和泄露事件的时候,这种谣言却能够传播开来。 不是因为谣言带来了恐慌,而是因为恐慌带来了谣言。 中国禁止比特币的谣言之所以能够传播,也是因为恐慌的苗头早就在中国投资者心中买好了,很多人都觉得这一天迟早回到来,都对比特币的环境深感不安,这样的谣言才能够传播起来并起到显著效果。 无论是真是假,谣言都是把民意反映了出来。 因此,无论是真是假,谣言都会刺激民意地释放和宣泄。 因此,如果你关注的是行情,那么谣言之真假并没有太大关系。 甚至谣言如果是真的,跌的也未必有假得多。 如果,确凿为真,当然会有一波下跌,把恐慌一下子释放出来。 但释放完之后,该抛的都抛了,便是所谓利空出尽的局面,行情将回归基本面,多头也到了行动的时候,了。 反而是像这样三天两头来一则利空,一阵一阵下跌,多头也不敢动作。 即便是相信比特币未来的人也可能继续保持观望,最终的效果可能是行情更加逼迷。 所以,真正关心行情的人,根本就不该费力去声讨那些传播谣言的人。 无论真假,谣言的传播已经提示了群体的意向,已经揭示了事的存在,你就可以顺势而为。 你没能掌握实事,而是被大事驱赶着,结果完亏了,那也是自己本领不够,愿得了谁呢? 3.中国真禁止比特币会怎样? 当然,严格来说,比特币根本禁止不了。 如果你觉得中国这么一进,比特币就将归零,那么你本来就不该投资比特币。 但我的确相信中国政府或早或晚会出台某些管制政策。 问题只是在于这些管制政策有多糟糕。 事实上,我们根本不怕严格的管制政策,政策无论多严格,只要明晰了法律边界,每个人搞清楚怎么做违法,怎么做合法,那么一切活动都可以放手开始了。 但中国最糟糕的情况不是法律的严格,而是法律的模糊。 例如,我们号称拥有结社自由,游行自由,但实际基本上都做不起来。 也很可能口头上说,比特币可以在网上自由买卖,结果在或迷惑暗的重重管制下,结果你发现根本没有自由。 不过比特币和Facebook,Google,Twitter等等一样,并不惧怕极权国家的管制,它本身就是这样一种突破管制的解放力量。 无论如何,在中国使用比特币永远不会比翻墙更难。 而且,中国的退出顶多只是让比特币的投机成分减弱,更早恢复到其基本面,更快专注于生态发展而已,未必是坏事。 甚至在行情上,除了必然的一波大跌之外,也有可能很快恢复过来。 中国真正的土豪们可以随时到伦敦买房产,到底特律买地皮,在国外买卖比特币又能是什么难事呢? 受到影响的顶多只是一些小散和不懂英文的大妈,即便他们也仍然可以以各种渠道找到投资方式。 真正会因为禁令而不得不抽离的资金其实不会太多,主要还是因为信心问题,一旦利空出尽,信心逐渐平复,行情不会再滴迷太久。 当然,由于那边乡MPGOX避空尚未出尽,怎么发展还不好说。 但最大的变数还是比特币交易平台。 如果它们平滑过度,转移到海外,通过变通的方式绕过国内银行的管制,而且这种方式也得到许可,那么可能不会有大的变化。 但如果有那么几家平台干脆不做了,但之前又挪用了用户的币,并非100%保证金,那么在接下来的挤兑中就有可能触发连锁反应。 这种反应最近已经在MPGOX演过一遍了,我也说过,如果国内投资者不能引起重视,这种事情早晚也将发生在中国。 也许这次风波就是一个导火索。 无论禁令是真是假,在某些情况下都有可能触发挤兑。 我建议的应对方式是尽早把比特币和人民币都从国内平台提出来,如果长线持有比特币,那就好好放在自己的钱包里,如果还想炒一把短线,那么也不妨转到国外平台上去做。 国外平台也会随着国人的情绪而波动,而且现在相对国内还有一些异假,在那边抛了拿回美金也不亏。 无非是交易需要手续费,但是试问你真的需要那么频繁的交易吗? 百分之零点几的手续费与自己有可能完全泡汤的风险相比,哪个更重要呢? 4.如果谣言是虚假的将如何? 如果谣言是假的,根本没有禁令,或者只是加强管理之类的好事情,那就万事大吉了吗? 也不要高兴得太早。 我在谣言在一文中引用了一则关于麦当劳汉堡添加蚯蚓的案例研究,实验者发现谣言家辟谣的小组在事后对于麦当劳的印象反而比仅传播谣言,而无辟谣的一组更差,而没有辟谣反而在额外介绍了法师餐馆中吃蚯饮料理的愉快经历的第三组得分更高。 也就是说,即便谣言被辟,谣言对市场情绪的影响未必就会消退。 因为谣言而唤起的对比特币未来的恐慌、忧虑、不安全感,以及对市场波动和谣言频发的疲惫,对不断追涨跌加剧亏损绝望,这些被激发出负面情绪并不会因为辟谣就一举消失。 除非越来越多的人最终醒悟这样被消息牵着鼻子跑压根就不应该。 醒悟到比特币的未来根本与中国政府的态度无关,这样市场才能最终走出谣言的阴影,不然的话中国的投资者们始终还是处于心理脆弱的状态,辟谣后他们在追涨,早晚在被庄家屠杀一番。 因此我前面就说,真消息未必会比假消息跌得更惨。 因此无论如何,最好的心态是把谣言当做一次演习,因为这样的事情随时有可能真的发生。 在许多时候,演习可能比真刀真枪更加激烈。 真的开打起来,也许头几个导弹就消停了,而演习时反而要声势浩大全面动员。